室友露露是个很会做饭的姑娘 刚搬家的时候 露露的行李是最多的 大箱小箱的足足有两大车 其中有一大半都是与烹饪相关的东西 大烤箱平底锅 大炒锅炸汁机 做冰淇淋的可可粉抹茶粉和甜品模具 各种厨房用具 一应俱全 和露露合租后 她不仅将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 装饰成温暖清新的风格 还经常下厨做饭给我们吃 香喷喷的鸡蛋培根香肠手抓饼 配上现榨的蔬果汁作为早餐 还有变着花样的晚餐 酸汤鱼锅 糖醋排骨 辅足焖肉 一来而去 吃上几顿 三个在合租之前素不相识的女孩 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成为了好闺蜜 露露最经常说的一句话 大概就是 你们想吃什么 我做给你们吃 一起出门吃到美味的烤冷面 露露回家便买来材料自己做 有段时间 我连着感冒两周 露露买来了一大香的白香果 每天泡好白香果加蜂蜜水 一人一杯带去公司 她说 多补充维生素C 感冒就会少了 汪曾祺有句 爱做饭的人 比较不自私 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并不适合理解 怎么做个饭 就和性格车上关系了 可看到露露在厨房里 忙上忙下的身影 脑子里常会浮现 王老的这句话 在露露身上 有着一股温柔的母性 对身边的人充满关心 会过日子 即便是琐碎的柴米油盐 也在她手中 折腾出一番 失意盎然的美好 爱做饭的人 更值得深交 这样的人 对生活积极 乐观 充满了正能量 与之相处 也不觉被这份 温柔积极所感染 察觉世间 温暖美好的部分 古人云 民以食为天 对于吃饭 无论中外 向来是花了大心思的 吃一顿饭 大概要花三十分钟 做一顿丰盛的饭菜 通常要花上 两三小时 从到菜市场 超市买菜 洗菜 准备配料 下锅 到最后的出锅 一道道 没什么耐性的人 大概只会觉得繁琐 而这些 对于喜欢做饭的人 皆是一种乐趣 也因而 爱做饭的人 比常人 多了几分耐心 更好相处 曾到过一个祖国的 西南小城 石平 印象中 那座小城 不仅又有云卷云梳的悠闲 诗意 人 也是质朴善良 食品有个特色 便是豆腐 小城里多数人 都是以做豆腐为生 做豆腐 其实是一件 极其艰苦的事情 选豆 去杂质 碾浆 烫浆 滤浆 看似简单的豆腐 实则是经过了 豆腐手艺人的 数道工序 制作而成 需要工人们 起早贪黑 一整天的 如骡子般工作 当坐在路边的 豆腐摊边 吃豆腐的时候 我问大爷 每天做豆腐 会不会很无聊啊 他也笑了笑 温和而和蔼 做豆腐 就是把生活的苦 转化成自己 做豆腐时的甜 我们做豆腐 都很开心的 这座小城 有着扑鼻而来的 豆腐味 人们在日复一日的 制作豆腐中 也被滋养出了 吃成善良的性子 张曼玉说 到了我这个年纪 最喜欢的 是一个煮的一手 好菜的男人 其实 想吃好菜 现在餐馆 饭店那么多 只要有钱 不难找到一个 满足味蕾的餐厅 喜欢的 不是那人所做的饭菜 而是爱做饭菜的人 背后 那照顾人的温柔 体贴 胃 被美味的饭菜填饱了 心已然 公司有位同事 深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 他经常带着 自己做的便当来 每次都会多做一些 一到饭点 便招呼大家 来吃上几口 咖喱饭 咖喱中有鲍鱼 牛肉 虾 还有烤花格 烤地瓜 丰盛之极 他自己吃的并不多 他说 他很喜欢做饭 看到别人吃到自己做的好吃的 内心 就有很大的满足感 大概 只有心里装着别人的人 才会因为别人的开心而满足吧 爱做饭给身边人吃的人 想来大多都是这样的 喜欢为别人着想 照顾他人 与这位爱做饭的同事聚餐吃火锅的时候 我们都成了被照顾的人 他总是习惯的 把张罗好酱料 烫好肉和菜 然后加到身边的人碗里 细节之处 可见人品 对他人的关怀 是藏不住的 爱做饭 许是出于个人兴趣 但若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美食 定是心胸宽广 真诚待人之人 与这样的人相处 简单 单纯 没有太多的利益算计 交付的 皆是温柔体贴的真心 都说爱做饭的人 藏着的是对生活的热爱 对食物热忱 对美好的事物期待 正是因为心中 对这个世界的热爱 所以 与爱做饭的人打交道 通常 也是比较有趣的 比如 民国著名学者 王世湘 王世湘 被称为当代京城 著名的学者型烹摊胜手 他极喜爱烹饪 把吃食做饭 当成人生的一大乐事 当年大学时期 王世湘喜欢四处 走走玩玩山水 有次 他到湖边 与渔夫相谈甚欢 十分投机 第二日 他便自己带上酱油 姜蒜 与渔夫在湖边 打鱼 烧酒 烤鱼 成为挚友 好不快在 和好美食的苏氏一样 王世湘 也是一向豁达随性 以这样的心态 玩了一生 即使在后来 人生遇到挫折 遭遇低谷 依然能够坦然地 微笑面对 这非纵情声色 而是懂得享受生活 认真的生活 对世界 怀抱着热情 对生活充满信心 才能够如此可爱地 去寻找趣味 或许不是每一个 爱做饭的人 都像王老一样 有趣至极 但爱做饭的人 都是懂生活 乐观的 他们会把生活 过得热气腾腾 对于朋友 家人 世界 都有这样一份 真挚的深情 和暖意 张晓峰 在一一风和曲 说道 世界上 好像没有女人 为自己的一日三餐 数算记录 一个女人 如果熬到五十年 结婚 她会烧 五万四千多顿饭 那真是疯狂 女人硬是把 小小的厨房 用新香的火计 共成了庙宇 她自己 是终身已至的祭祀 比任何的僧侣 都虔诚 一日三举 风雨寒暑不断 那里面一定有着 什么执着 一定有着什么 令人落泪的温柔 厨房的烟火器 是暖 是爱 爱给身边人 做饭的人 更值得深交 这个世界上 愿意陪你吃饭的人不少 但不是所有的人 都愿意花心思 给你做饭 和爱做饭的人一起 就是和正能量 集体的人在一起 愿你能珍惜 每一份热气腾腾的饭菜 珍惜那个 愿意为你洗手 做更烫的人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